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顾 你叫我 你坐下 我问你 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卢涛那个分辨名额的事 问问你 局里人事部门我早都问清楚了 今天咱们根本就没有接收外省毕业生的名额 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从市里要名额呢 市里名额也都满了 那到省里去要 你不是有个远房亲近 在省人事听吗 你是说我那个舅舅啊 对啊 舅舅 这 这都多少年不联系了 多少年不联系就联系一下呗 我就为这事去联系啊 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你没去怎么知道起不了作用啊 你去看一下是不是 去走动走动试试 我说你看你又来劲了 关键你得问问卢涛他自己愿不愿意留下来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 我们要把工作先做到位 你能去一趟吗 现在就去 拜托你 局里的工作我替你安排 好不好 你现在就去 我现在去不了 孩子得了流感 这不现在还在发烧呢 好 好 好 朱正伟 你放心去吧 把晓杨交给我 我来照顾他 这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啊 卢涛是大事 我们得让他留下来不是啊 没错 我也就一个人 家里也没什么事 虽然不会会照顾孩子 可是 你放心啊 晓杨跟着我 肯定渴不着饿不着 万一他要是再烧起来 有点什么不舒服 我就直接带他去医院 你真是许荣送他 不不不 别别别 这这实在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都为了DNA 没事 我现在就去收拾收拾啊 不 现在就去 那我那个技术室的事 贾晓云 贾晓云 我安排贾晓云 放心吧 好好好 老钟 老钟 你现在也去吧 我去 我现在就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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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大姐 喂 喂 齐大姐 请问您 中政委啊 怎么着 查岗呢 不是 我 我就是想问问 小杨有没有给你添麻烦 没有 小杨呀 可乖了 你放心啊 他烧已经都退了 就是还有点虚 我们这一吃完饭 他就自己去刷碗去了 这孩子真乖啊 卢涛那事有消息了吗 能有名额吗 卢师傅 你都在这条街上转了一个小时了 要不咱们回去再重新上机试试 试试 是是是是 吃多少次了也没有用 你这破鞋已经不可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了 不会啊 既然你已经成功地从固执的拖鞋上提取到他的DNA 那么找到协议人的信息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我有预感 这次这道卡是肯定过不去的 你就别跟着我了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要不你给你的女朋友打个电话 她那么了解你 也许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她给我想什么办法 那是我以前的女朋友 跟我已经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没关系没关系了 你烦不烦啊 你赶紧坐面前消失 生气了 没有 我给你道过气了 我刚才没有理由跟你发火 没关系 我知道你心里也烦 而且你刚才说的是气话吧 什么气话 你说她是你前女友 你们根本就没分手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跟她现在到底算是什么关系 特别不习惯跟她现在的这种状态 我习惯了她在我身边 帮我安排好一切 来照顾我 你知道吗 她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孩 对我也好 我对她特别地迷恋依赖 我不敢去想想没有她的认词会是什么样 我不敢去想 那你的意思是她要是再回来的话 你还是会跟她走啊 我也不知道 师傅 你要不出去打哭一场吧 发泄一下 我难过的时候就这样 我一个老爷们哭什么哭啊 你们没事不用劝我了 我没事了 好了 真的 咱们赶紧干活吧 帮我把把那些文件都拿回来 好啊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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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成功了 真的 我就知道你能信任了 家瑜 我谢谢你 要不是你陪众我真的不想干了 知道吗 谢谢你 马上把脱节上的DNA 跟之前烟头上的DNA做对比 您看啊 标号一的这张图谱上是 昊仁山烟头上的DNA 标号二的这张上面是 脱节上提取的混合图谱 您看标号二的这张 这上面有 昊仁山的遗传基信息 隐隐愿意地包含在其中 但不是很清楚 因为含量太微弱了 我问你这上面 提取到了 陈建飞两口的DNA成分吗 没有 你能确定吗 能 如果说这个就是 昊仁山的DNA 你觉得有多大把握 百分之六十 你说百分之六十 我就敢相信是百分之八十 甚至百分之百 这能确认好严山是凶手吗 对 一双新拖鞋 上面检测不到 受害人两口的DNA成分 却偏偏有好严山的 含量若是因为他穿的时间太短 不是他干的 谁干的 我告诉你 你小子真是太了不起了 这案子要破了你就是头号功臣 当然 贾晓云功劳也不小啊 对对对 好几次我都不想干了 他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老鼓励我陪着我 不不不不 我都是他呢 你就是你 别谦虚 我告诉你啊 只是小助手 别想其他的 本来就没想其他的 就算拥抱的话 也是因为工作高兴而拥抱 你们俩拥抱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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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到底抱抱 没有 你们为什么 为什么要拥抱呢 工 刚才我也不知道 可工作就是高兴 高高兴我们 那个莫证据 说那次我少了 认识吧 认识 认识 陈建飞家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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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思是陈建飞穿过它 他家的鞋 他肯定穿过 你穿过吗 我没有 没有 DNA知道吗 DNA知道吗 DNA为啊 不是农药 DNA技术 我们的专家通过DNA技术 在这双拖鞋上 检测到了你的细胞 这说明你穿过它 可能 可能穿过 但这鞋上并没有检测到 陈建飞遗留的细胞 只有检测到你的细胞 说明只有你穿过它 这是一双新拖鞋 当然脚没了一线 便是没穿过脚过线喘了 这也可能 可这双拖鞋上还检测出 陈建飞妻子苏秀娟的血迹 你怎么解释 这说明这两口子在被杀的时候 你穿过这双拖鞋到我现场 两个人被杀以后 你纵火 火烧起来以后 你想把这双拖鞋扔到火里毁掉 但很可惜 有一只没扔进去 落在外面 真的 对 这是我打鞋 我真恨了 什么事啊 什么事这么大深仇大汗 要你刀杀两个人 而且还毁尸聂尽 你还 有一天我等在路上走着 过来一个女邻居她问我 她说我 我她看着那儿 怎么长得这么想秦简皮呢 我那媳妇 常给秦简皮脑子味 两个人 她没大没小没脑 早都看着不对劲了 到家里我一看 我那个小子跟秦简皮 越看通了越想越看越想 这么多时候想 我只想着早晚有一天 我得把秦简皮弄死了 现在我弄死到了 我结合了 成 成逼我 就因为这一句闲话 我就杀人了 下话 肯定不会是下话 少人用得多了 顶了个天 把她预唱解活 把南角预唱 把这整个预唱里拿 预唱的睡库里 好 那我问你 要是你儿子 你儿子跟陈简皮 那跟陈简皮一点的关系 都没有呢 这 不可能没关系 您去看看这 他 他俩 长得多小 好 我们现在就有办法 来证明 你儿子跟陈简皮 到底有没有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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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华 结果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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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钟 你回来了 回来了 我这也没工夫接你 卢涛这事办得挺利索 你跟我还客气 杨梅 就当我传染一回你的疯病 我觉得值啊 有卢涛这些人 对咱们的侦魄工作 那将来的这个帮助 是无可无量的 是吧 我就想咱们 可以建立一个 DNA工作站 对咱们今后 破案的这个效率 会大大提升 老初 你真是我的好搭子 好哥 谢谢 反正我们现在把工作 都已经做了 剩下就看龙涛的 郝医生这个案子进展怎么样了 破了 破了 那你应该高兴了 别提了 就为了一句闲话 夺走了两条无辜的人 可悲吧 法盲啊 又可怜又可恨 老仲 我在想 其实普法跟预防犯罪 同样重要 对不对 对啊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抓去 那肯定的 那你下面 瞅瞅抓一下这个工作呗 那你可真行啦 我就屁股没作文了 你又给我安排工作 行 那你今天先坐着 明天才行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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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 放下来 快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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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色香味俱全 别浪费 够捧场 来来来 给我 还有这个 手上桌这些小伙 你让我来啦 没事 举手之劳嘛 对了 齐良姐 这两天真的是麻烦你了啊 这有情绪 丽良 现在不早了 是不是 该 对对对 我该回去了 我 我不是年纪的意思 没有没有 是该走嘛 好 早饭啊 跟小杨说一定要吃早饭 牛奶我也买啊 别喝凉的 拿点温水一热就行 对了 你也得吃早饭 这煎个鸡蛋 再放点番茄酱 挺好的 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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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阿姨给你买了新的毛巾了啊 你自己的毛巾啊 那个不行了都没有毛 要换掉了啊 记住了没有 好 那我先走了啊 小杨 小杨啊 你们家的药匙 你不拿着怎么回家呀 你听话拿着 你要是请阿姨 阿姨过两天来看你啊 拿着拿着 你看 你拿着 你一块儿找我玩去啊 老周 你今天 好 你 孩子舍不得你走 没事 让你爸到局里 带着你一块儿找我玩去啊 老钟啊 那 拿着啊 我先走了啊 我要你再坐会儿 你看 把你们家围裙都穿走了 我走了啊 好 哎 脱鞋 喂 喂 喂 是顾铭啊 我老钟啊 你在哪儿呢 没回 还在办公室呢 你跟雪凌和解了吗 一言难尽 我说你赶紧去 跟雪凌好好聊聊 把这疙瘩解开 行了别说我了 小杨怎么样 小杨挺好的 我跟你说啊 这齐大姐啊 还真不错 他照顾小杨 照顾还挺好啊 这洗衣服做饭啊 收拾家啊 弄得井井有条 你走的时候 小杨还舍不得他呢 我看你啊 还真需要这样一个女人 要改天 我帮你撮合撮合吧 你快拉倒吧 你赶紧啊 把你和雪凌的事 弄明白了再说 我的事不用你费心 你准备一遍 你不停 咱俩今天得喝一杯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喂你这个发型 你们看看啊 这发型剪得多好啊 小伙子立马就精神了 谁给剪的啊 嘉余 你小云你还有这手呢 行吗 我都不习惯了 小云以后我不去你发店了啊 你剪好点啊 你看我这发型 来来来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 先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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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再说几句啊 今天高兴啊 首先还是为了能够顺利破破 好岩山的案子 我们庆功 另外更重要一点 还是得感谢卢涛 卢涛在这个案子里面 再立庆功 对 要不是他 从那只拖鞋上 成功提取了DNA 我们这案子 不可能这么容易就破了 卢涛 来 我谢谢你啊 谢谢卢涛 有啥不得 固执 我今天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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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固执说我也要谢谢你 真的特别特别谢谢 我谢谢固执让我 嗯 如鱼得水 然后就是 之 反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干了 你喝了这杯就能够得酒了 听我说 听我说 你是如鱼得水 对我们是如虎添翼 好 你不想让开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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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要本来的 来 来 来 别管 别管 今天 放开喝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说我们活的 活的这么有价值 但是 以前啊 在 在别人眼里 别人都说说 我也知道说我是 孤傲 狂傲啊 较劲 不修别摸 头儿乱七八道子 不可一世 但是 我真是觉得我挺正常的 谁说你不正常啊 我觉得你挺正常 你很棒 不是很棒 是很棒 是非常棒 非常棒 原来小云都说了 非常棒 你们大家聚会呢 那个继续啊 你们继续喝着 我想找卢涛说两句话 你 你怎么来了 涛涛 咱们两个约定的一个月 时间期限到了 我想来看看 你是否做好了选择 你怎么在这儿待了一个月 气质都变土了 看看你这发型 谁给你领到这么没有个性 我剪的怎么了 怎么土了 我觉得挺帅的呀 杨云 杨云 涛涛 你做好决定了吗 娜娜 怎么能不能再谈啊 没什么好谈的 我已经给了你充分的考虑时间了 是走 还是留 你现在必须要做出个决断 我真的想留下来 好 娜娜 你能不能跟我一块儿留下来行吗 你想什么呢 做梦呢吧你 你 我真不知道这帮人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啊 我辛辛苦苦在深圳那边为你铺好了一切 大好前程都在等着你 可是你呢 你竟然叫我跟你一起留下 我真不明白这鬼地方到底有什么可留恋的啊 跟这帮破警察在一起待着你究竟能得到什么呀 同志 同志 你也算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你这话说得不公明 我们这鬼地方 我们都是鬼吗 啊 就你是人 我问你 你这人 需不需要我们这帮鬼警察保护你 啊 你口口声声无上敬仰大公司 需不需要我们这帮鬼警察保护他 我告诉你 保护你们是我们的责任 但你没有权利这么说我们 知道吗 你口口声声爱卢涛 你懂什么叫爱吗 顾队长 我发现呀 你才真是自私又虚伪 我想问一问 你拼命地把卢涛留下又是为了什么呢 不就是想让他为你服务 你破了案以后好去立功受伤 然后往上爬得更高更坏吗 我看分明你才是在利用卢涛 别说了 我懂不懂得爱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已经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我呢 别说了 我还真是没看 滚 你说什么 你给我滚 好 卢涛 好 我这就滚 你可千万别后悔 我绝对不会后悔 我一定要留在这儿 我一定不会后悔的 我一定会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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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吗 哎 葡萄 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没看错你 来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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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执啊 您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回这儿来啊 这几天您不是一直都睡在办公室吗 这我家呀 我知道 可是 不是 伞子在吗 为什么这么问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应该在吧 我今天跟她约好了 走 上去 怎么了 有点害怕 您怕什么 太高了 走 我送你上去 不用 都已经到楼下了 你回吧 没事 你这样怎么走 你回一回 我送你上去吧 没事 没事 我自己可以 好 来 给我这 没事吧 没事吧 您的男生为什么多呀 您说什么呢 高兴 高兴 卢涛 卢涛 他终于留下来了 不高兴吗 高兴 真高兴 您真的是高兴吗 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啊 我这么一个把全部的经历 和情感 都放到工作上一人 这么值得庆幸一事 凭什么不高兴呢 我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呢 我当然高兴了 蓝探紧 录hang 您一直是我心中 最坚强的男人 请您一定 一直坚强下去 我告诉你 什么人都可以不坚强 我们刑警 不能不坚强 就算你嫂子离开我 我也要做一个坚强的刑警 嫂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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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今天庆宫宴 大家伙都喝得挺多的 固执多喝了两杯 我们不放心就把它送回来了 你没送 秋冰送的 正好 你把秋冰送回去 你们先回去吧 已经很晚了 你把它交给我就行了 走 走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好 早点休息啊 固执 上楼吧 待会儿 看来 你已经想好了 你也已经想好了 我知道 你心里很憋屈 你知道刑警不是什么什么 吴举说过一句话 你知道 刑警啊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出发 更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回家的人 这块我 我当时跟你结婚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我要干性你的 他从我干了行李 你受了很多委屈 你也付出了很多 雪凌 你说我不理解你 其实我很理解 其实你要求的不多 无非就是你每天下班以后 哪怕比你晚几分钟 我也会回家 我们可以一起做饭 你摘菜 我淘米 你煮粥 我做糖 我们可以一起在饭桌上有说有笑 吃完饭以后 孩子学习完以后 我们一家三口 还有时间可以听听音乐 礼拜六礼拜天 我可以牵着你的手 也可以牵着婷婷的手 去公园里散散步走一走 去游乐场坐坐过山城 可是我做不到 我把所有的责任都给了工作 我今天不想跟你说大道理 我为什么热爱这份工作 我只想跟你说 我为什么热爱这份工作 因为我小的时候 就喜欢看我下小时 我的梦想 就是能成为一名下课 下之大者 为国为民 可是我现在知道 我不可能成为大象 因为大象不是人间烟火 我不想 所以我错了 学霖 如果你决定了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放手 我放手 我少不得 有伤害 甚至上千个礼物 摆脑 摆脱我现在的生活 去开始我想要的生活 你知道 我 我其实设置了 无数个生活前景 可是我发现 在这些情景里 在这些情景里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是无法感受到幸福是什么 我 我 我 你 如果我不能给婷婷 一个完整的家 我 我 会幸福吗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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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看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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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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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